SWITCH的用家都應該知道 以聲音來說 你插耳筒的享受是大大高於本身用它自己的喇叭仔 無論是定位、臨場感、背景音樂、埋伸的程度 我自己就有一個問題 我幾年前插著耳筒玩薩爾達 在床上關燈 玩一下玩一下 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動了 然後想挖向後 我以為後面是牆 怎麼一挖 我跌了到地上 是因為我插著耳筒 我已經代入了世界 不好的地方看就是太沉迷了 進去裡面 好的地方看就是 投入感很高 所以本身都知道用耳筒會好過聽它的喇叭 又騷擾不到人 但是如果你在聲效方面有要求的 想再提升的 那是不是可以換耳機就解決到呢 有一點點 但是始終無論你換多漂亮的耳機 都局限於它本身的輸出 即是switch過輸出 終於有一個產品可以跳躍性地提升你的音效 就是我手上這個 Atom 2 遊戲專屬外置解碼 那這個牌子其實之前已經出過很多外置解碼 Beam Beam 2 Beam 2 Beam 2S Beam 2 SE 即是在這顆東西之前 它已經出過很多外置解碼 都算是外置解碼的專家 技術都幾成熟 那我就講一講這一顆的賣點 那Atom 2 裡面是有新一代的獨立解碼晶片 ES-9281 即是不好見它這麼小顆 以為它純粹是個Adapter 它裡面已經有顆Deck 那麼它支援MQA 支援DSD 亦都是有Hi-Rex的認證 耳機左礦自動檢測 這個就很重要 我剛才講過了 不是說你升級了耳機買一個貴的耳機 它就可以發揮到 因為局限於原本的插頭 這個外置解碼 就可以偵測到你本身 那個耳機的左礦 然後對應地有一個輸出給它 將你任何深愛的耳機 和你的Switch是匹配的 同身合金外殼 看到它反光也挺帥 便攜輕巧 那不用說 大家看到這麼小顆 既然Atom 2 叫得自己是遊戲專屬的外置解碼 它裡面本身已經有一個遊戲模式 去輸出音效 你就這樣插上Switch 它自動會有這個遊戲模式 播放音樂和音效給你 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就這樣插進去 你看到Atom 2 那個厚薄 好像跟Switch差不多 即使插進去 都不會說有些東西凸出來 整個一體化都不錯 插進去之後 當然要插耳機 最近屠龍 用回之前介紹過一隻叫龍輪的耳機來屠龍 我開啟了一部機之後 你會見到解碼器 就會有顆紅色燈 即是它已經Active 馬上大聲了不少 按小聲一點 一進去Mon Hunt 看到女生唱歌和瀑布聲都已經不同了 剛才說了 在音量方面也大了不少 如果我不用這個外置解碼 我直插Switch 我平時可能要用到55%的音量 但是我現在用這個外置解碼 大概用到25%到30%已經很夠聲 而且大家會見到 你插了這個 隨插即用的外置解碼之後 你調整音量的時候 左上角會已經出現USB的字眼 即是告訴你 這部機器現在是用USB那邊出聲 即是你不需要裝任何軟件 不用任何調教 一插下去便可以用 停一停 不好意思 不要玩 只是跑圈 那些背景音樂 各樣東西其實已經吸引了很多 Atom 2的定價就是$499 如果你拿$499去買耳機 或者升級你的耳機 絕對給不到Atom 2提供給你的效果和享受 所以我會 每個小隊的成員都會送一顆給他 我亦都推介給所有Switch的玩家使用 因為$499可以這樣提升你的聲效 其實真的沒有其他產品可以代替 它是很match這個Switch用的 除了Type-C之外 其實它都有一個Lightning的插頭 為什麼出了Lightning的版本呢 就是有很多人用iPhone或者iPad都會打機 這個就是如果你用iPhone或者iPad 任何蘋果產品打機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它 當然新的iPad 你可以用Type-C的插頭版本 Atom 2這個產品 我欣賞它的產品定位 第一它不貴 第二它是電競、手遊、遊戲 專屬的一個外置解碼 它裏面就是預載了一個遊戲模式 專門給你打機用 當然我剛才一開始講的 譬如DSD、MQA、HIREX認證那些 你可以搭單聽歌 但如果你是聽歌的 我其實有很多其他外置解碼 可以推介給你 如果是玩遊戲的 沒有了 玩遊戲就一定是這個外置解碼 我自己的Switch就會長插這顆東西 可能我會玩薩爾達 因為我依然最喜歡都是玩薩爾達 但是除了Switch之外 無論你用Android的手機 還是用iPhone也好 你是玩遊戲的話 想提升你的音效 這499是值得比的 不要說是否先幫你打牌位 至少你會開心很多